法兰克王国是欧洲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王国 在其发展的过程中 封建制度得以形成和发展 从法兰克王国的封建化过程 进行研究其封建制度的起源 发展 可以看出封建社会为法兰克王国的文学 献出了许多素材 平民阶层为何会接受封建制度 封建制度起源于欧洲中世纪初期 最初是为了保障社会稳定和财富积累 而出现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 在封建制度中 土地是封建主和陈明之间 进行交换的主要物品 封建主将土地授予陈明 陈明则需向封建主提供 服役和缴纳税收等供品 在这种制度下 陈明对封建主的忠诚和服从是基础 而封建主则对陈明的保护和赏罚是义务 在法兰克王国中 封建制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七世纪 当时的王国领袖梅罗维克一世 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 开始将土地授予一些军事家族 和高级官员 以此来获得他们的支持 这些土地被授予的人被称为领主 他们负责管理这些土地 并向梅罗维克王朝 提供军事支持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领主逐渐形成了一个 庞大的封建领主阶层 他们不仅掌控了土地 还拥有很大的政治和经济权力 这种封建制度 成为了法兰克王国的基础 并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 不断发展壮大 随着法兰克王国的不断扩张 封建制度也逐渐得到了发展和完善 在九世纪和十世纪 封建主们逐渐形成了一个 强大的封建领主阶层 他们拥有大量的土地和财富 并且可以招募一支庞大的武装力量 这些封建领主们 不仅掌握了地方政治的实际控制权 而且还在全国范围内 拥有重要的政治地位 甚至可以对国王进行压制和控制 封建制度的发展 还体现在社会结构上 封建社会的社会阶层分为三个主要阶层 贵族 平民和农民 贵族阶层包括封建主和其他高级官员 他们拥有财富和权力 掌控了政治和经济生活 平民阶层包括商人 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等 他们相对较为富裕 但权力和地位较低 农民阶层则是社会最底层的群体 他们生活在贫困和困苦中 往往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维持生计 封建制度对法兰克王国的影响是深远而持久的 首先 封建制度的出现和发展 使得法兰克王国的政治和经济稳定得到了保障 封建主们可以招募大量的武装力量 保护国家的安全 同时也为国家提供了必要的财政支持 封建主们还在自己的领地内 建立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管理体系 使得土地的管理和资源的分配得以有效实施 封建制度的存在和发展 也导致了法兰克王国的政治分裂和削弱 封建主们拥有庞大的武装力量和政治权力 往往可以在自己的领地内独立行驶 不受国王的约束 这种局面导致了法兰克王国的权力分散和分裂 使得国家的统一和整体发展受到了阻碍 封建制度的存在 也使得法兰克王国的社会结构 越来越严重地向垄断和不平等的方向发展 封建主们拥有大量的土地和财富 而农民和平民则生活在贫困和困苦中 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受到了压制 这种社会结构的不平等和不公正 使得法兰克王国的社会矛盾越来越激化 最终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 封建制度是法兰克王国发展的重要标志 它保障了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稳定 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 封建制度的发展导致了国家的分裂和削弱 同时也使得社会结构越来越不平等 这些问题最终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 封建制度在中世纪欧洲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其发展和演变也为现代社会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结构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和启示 贵族阶层怎样建立封建制度 封建制度的出现和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 它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和演变的 在法兰克王国 封建制度最初的形态是在莫洛温王朝时期出现的 但真正的封建化是在卡洛林王朝时期 随着时间的推移 封建制度也不断地扩展和变化 例如 在11世纪 随着城市化和市民阶层的兴起 新的封建主义形态也随之出现 这种形态强到了城市封建主 对城市土地的所有权和市民的服务 以及他们在城市经济和政治中的影响力 封建制度不仅对法兰克王国的政治和经济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时也对法兰克王国的文化和思想产生了影响 封建主和贵族阶层对文化和思想的影响力相对较大 他们是文化和艺术的主要赞助者和保护者 在中世纪的修道院中 封建主和贵族往往是主要的捐助者 他们的捐款支持了许多文化和艺术项目的发展 封建制度的存在也对法兰克王国的文学 艺术和宗教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例如 在法国中世纪的文学中 许多歧视传说和诗歌都反映了封建主和歧视阶层的形象和价值观 封建制度作为一种历史现象 其发展和演变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和演变 封建制度的存在和发展不仅影响了欧洲的历史和文化 同时也对现代社会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歧视 例如 在现代西方社会 封建制度的残余仍然存在 例如贵族制度 军队制度 大企业家家族的传承等 封建制度的存在和发展 也对现代社会的社会阶层和财富分配产生了影响 在封建制度中 贵族和封建主拥有土地和财产的所有权 而农民和工人则往往是他们的仆人和庸人 缺乏自由和平等的地位 这种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存在 例如贫富差距 社会阶层固化等问题 封建制度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也可以从全球视角进行考察 封建制度的存在和发展并不仅限于欧洲 而是在世界各地都有出现 在中国历史上 封建制度也是重要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之一 了解封建制度在世界历史和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 对于我们理解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和未来发展趋势 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意义 法兰克王国的封建化是中世纪欧洲历史中的重要事件之一 封建制度的发展和演变对法国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封建制度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其发展和演变也为现代社会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结构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和启示 封建主庄园如何通过封建制度发展文学 在中世纪欧洲 封建主的庄园和城堡成为了文化和艺术的重要场所 在这些庄园和城堡中 艺术家和文化人士受到封建主的赞助和保护 创作出了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 例如中世纪欧洲的建筑艺术 绘画艺术和音乐艺术都受到了封建制度的影响 封建制度也对欧洲文化的发展和传播产生了影响 由于欧洲的封建制度使得贵族和封建主控制了财富和资源 因此文化和知识也成为了他们的特权 贵族和封建主对文化和知识的控制 也导致了欧洲文化的长期保守和落后 直到文艺复兴时期 欧洲的文化和知识才得以重获新生和发展 封建制度的发展和演变也对人类社会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结构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在现代社会中 封建制度虽然已经不存在 但是其影响仍然在我们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中存在 例如 现代社会中的社会阶层和财富分配问题 也可以视为封建制度的现代化延续 了解封建制度的历史和影响 对于我们理解和应对现代社会中的各种问题和挑战 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意义 封建制度是人类社会历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其发展和演变对于欧洲和全球的政治 经济、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封建制度还影响了欧洲的宗教和道德观念 中世纪欧洲的宗教是基督教 而封建制度使得贵族和封建主 掌握了宗教的资源和权利 贵族和封建主经常向教会捐赠 以获取天堂的福音和宗教上的保护 这种对宗教的控制和影响 导致了宗教在欧洲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升 在道德观念方面 封建制度也影响了欧洲社会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 在封建制度下 贵族和封建主拥有特权和优越的地位 而农民和劳动人民则被视为低下和劣等 这种社会结构和阶级分化 导致了欧洲社会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的扭曲和偏颇 直到现代社会 欧洲社会才开始逐步摒弃封建制度的思想和价值观念 提倡平等 自由和人权 封建制度的存在也促进了欧洲社会的法律和司法制度的发展 封建制度下 贵族和封建主拥有特权和豁免权 但是他们也需要受到特定的法律和制度的约束和限制 在这种情况下 欧洲社会逐渐建立了相应的法律和司法制度 以保护公民的权利和利益 封建制度还在欧洲社会的文化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世纪欧洲的文化主要表现为文学 艺术和建筑等方面 在封建制度下 贵族和封建主是文化的主要赞助人和推动者 他们不仅支持艺术家和文学家的创作 而且还亲自参与到文化活动中 这种文化支持和推广 促进了欧洲中世纪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在文学方面 中世纪欧洲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文学作品 例如《贞德传》 《罗兰之歌》等 这些文学作品反映了封建社会的特点和文化传统 以及贵族和封建主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 这些作品不仅反映了欧洲中世纪社会的历史和文化 而且也影响了后世的文学创作和艺术风格 在艺术方面 中世纪欧洲出现了许多精美的艺术品和建筑物 例如歌特式教堂 宫殿和城堡等 这些艺术品和建筑物的创作和建造 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支持 而封建制度下的贵族和封建主成为了主要的赞助人和支持者 他们不仅为艺术家和建筑师提供了资金和资源 而且还亲自参与到艺术品和建筑物的设计和建造中 这种支持和推广促进了欧洲中世纪艺术的繁荣和发展 封建制度还对欧洲的教育和知识传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封建制度下 贵族和封建主是教育的主要推动者和赞助人 他们支持学校和大学的创立和发展 这种教育的支持和推广 促进了欧洲中世纪的知识传播和文化交流 为后来欧洲的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奠定了基础 封建制度对于欧洲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道德和法律制度等方面 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深入研究封建制度的历史和发展过程的同时 认真思考其对于现代社会的启示和借鉴 以更好地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封建制度是欧洲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 对欧洲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封建制度的演变和发展 推动了欧洲社会从中世纪向现代化的转变 也为欧洲现代化的进程打下了基础 虽然封建制度有其局限性和不足之处 但其对欧洲历史和文化的贡献不容忽视 也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思考